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所谓的偷拍嫌疑 最后呢,自证清白 然后呢,当时不干了,当时要告的事,对吧 前边我们评了那个川大的小仙女啊 说这大叔呢,是拍他大叔拿着手机啊,坐在那看 像我们当时说了,那个呢,你是否证明是偷拍 公共场合其实大家就是有权利拍嘛 我在公共场合,我拿手机,我拍一下周边环境 有什么不可以啊,当时我们就说了 到时候我老婆要查查岗,说你拿手机拍拍四周给我看看 对吧,或者说呢,我想的话呢 我这个到了大城市,我拍一下这个车水马龙的 你看我到了天安门广场,拿着手机,我转一圈四周一拍 那人多了去了,对吧 然后的话呢,你在街上拍拍美女 你像胡总和他同事拉手的,最近不是也很热吗 叫牵手门,你要如果说那个偷拍啊,都是违法的 那么可以跟大家讲,处理胡总就没有依据的 你不能依据违法证据去处理人家吧 你包括呢,你这拍的什么,有些好多什么城管弄小贩啊 干什么的,那大家都觉得偷拍好像很应该啊 你要如果算偷拍的话,实际上都是拿着手机拍的 而这个呢 我们就这么讲 这一次啊,又出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啊,那个两个女生呢 觉得某男在偷拍他,某男偷拍他的话呢 说是人家鞋上啊,有摄像头 鞋上有摄像头呢,去拍这个女的的裙底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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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咱们说嘛,你用个摄像头呢,在底下拍人裙底啊 在过去呢,那应该来说是抓流氓啊 但是这个抓流氓的话呢 你抓错了 抓错了怎么办 对吧,而且这个事儿现在造成的影响其实挺恶劣的 因为他的话呢,可以无端的怀疑 你这男的就是拍了他裙底 然后在地铁上呢,让人也不动干什么的 这跟非法拘禁差不多啊 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对吧,又不能动,不能什么 让说他就可能销毁了罪证 然后警察来呢,去查了以后也发现没有 没有了呢,好像一声道歉就完了 这个道歉就完了的话呢 现在那男的说要起诉了 这样我们应该这么讲 对于这个到底是不是偷拍啊 咱们的话一直在讲什么 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呢 与人为善也是不能随便怀疑的 而且这个怀疑的话呢 里头处理啊,有一个的诬陷罪 他诬陷罪是什么,是捏造事实如何如何如何 当然了,这个里头呢 一般来说讲的是直接故意 但是这个事儿呢 你这么去说他这个邪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啊 你要说他是过失,好像也有点牵强 因为好多事儿,你应该看的挺明显的 你到底有没有摄像头,对吧 你的摄像头到底是多大多高明的东西 你的怀疑呢,超过了一个合理怀疑的范围 实际上这个事儿啊 我一直在说 我说对这个川大这个女生为什么要严肃处理啊 他实际上就是这个女权呢 日拱一足 他要建立一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女人可以对男人随随便便的进行怀疑 可以随随便便的妖魔化男人 随随便便的给男人有罪推定 这样我就说他那个时候当时的话呢 对那大叔那是做好了去拍摄的 所以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他是真正的拍摄了那大叔的 对吧 而且拍得很清楚 这样的话呢 你拍完了以后这算是啥呀 他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女权者啊 可以随便怀疑男人 然后随便的呢 把男人定为的好像就是有原罪 就是有罪推定 就是可以把他如何如何 而且错了以后呢 好像就一声道歉就完了 包括那个四川的女生 觉得那个大叔道歉了就完了 我一直说了 他实际上背后啊 应当还是有些推手的 而且现在社会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也就是因为什么 这个女权的合理分寸是过了 你呢已经超过了合理的这个怀疑 对吧 有罪推定男方 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我们现在讲呢 你要是说觉得可疑 你像警察呢 那个报案实际上是什么 你可以盯着他报案 跟着他可以 你影响了人家的生活 你本身呢 给他拖了这么长时间 比方说他上班迟到了怎么算 影响了他的收入怎么算 或者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活动 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呢 起码咱们说应该说是个赔偿的概念 而且这个赔偿啊 中国现在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赔偿呢 没有惩罚性赔偿 它指呢 赔偿你直接损失 有时候直接损失很难算的 你想了我去跟人家谈判一个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里头的损失到底是多少 对吧 你像美国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可是很厉害的 对我可能的损失都是要赔的 而且这可能的损失好多啊 在中国为什么不好弄呢 它没有这个统一的标准 仗具不好举 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陪审团新政的 所有的陪审团觉得你这么干了以后 给人呢 造成了多大损失 给人造了什么精神多大的伤害 你该赔多少 那是可以算的很多的 而这件事的话呢 你有罪推定一个男性 而且呢 这个女性实际上是使用了暴力嘛 不让他动不让他什么 然后呢 就进行了一些呢 精神控制啊 什么等等 这个精神的损失该赔多少 你该有什么样的责任 对吧 你要是说的话啊 这个责任可不是说简单的事 而且好多啊 你全海喜地 说女人处在一个什么不安全 不什么不什么什么害怕 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个事了 有些地方都是过了的 你就这么讲 就算是拍到了底裤 对他有多大影响 没有人脸的时候 对他有多大影响 而且的话呢 你就裙底里头 他穿没穿底裤 这个还有个人故事 对吧 所以这事呢 完全的有罪推定 他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正常的男女的边界 所以这些事件上呢 都是在这种社会啊 挑唆这种男女对立 就是说女权过了界 男女对立 实际上应当呢 付出责任了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呢 已经不是讲男女平等的问题了 实际上女权呢 他已经把妇女打成了一个叫做 强势群体 在这个事的话 男人是强势个体 但是真正在法律和舆论面前呢 男人呢是弱势群体 一到这事的时候 好像呢都是男人有罪一样的 造成了这么一种社会的割裂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社会的立法 应当改一改了 就是你那个怀疑人家错了 该承担责任 而且这个责任呢 还不是说的话 撒瓜粮草啊 你需要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什么流言蜚语啊 说不清啊 你的邪怎么回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了 无限的怀疑 是肯定不行的 现在呢 就有一种舆论 一种风气 一种推手来致死 这种无限怀疑的状态 我是很多时候是反对 一罪从无的啊 我们是说有一点要查到自己的 到警察那 但是呢 你对于人与人之间 实际上是不能有罪推定的 包括中国自古的文化 你也是不能胡乱的怀疑人家 一人偷福 在中国过去的话 你要怀疑人家告不实的 他不论你是否捏造 都是要反做的 也就是说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呀 这俩女的如果告他说 拍他群体 最后这事不成立的话 那么这两个女的 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那就是偷拍群体 该判多少 他判多少啊 比照着这个来的 叫反做的 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的呢 去告人家 中国在过去啊 有反做规则的情况下 虽然说你看吧 官府审案的时候呢 有罪推定 但是呢 你民间要说人家 告人家的时候 那一定是什么 你要有证据 或者呢 你受到了侵害 你去告 那到底是谁 警察去抓 否则的话呀 你就自己的话呢 就说他是如何如何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什么 这个事很清楚啊 你自己就如何如何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要承担什么 这个误告反做的风险 所以在这事上啊 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 该怎么处理 其实是很清楚的 而现在呢 你要说完全说 他捏造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这个捏造呢 人家说找点什么理由就可以了 然后其实啊 还有一些女的呢 他为了这个碰瓷 为了什么的 咱们也不排除 他真的就是捏造 你要知道 你这么捏造一个 说他要拍 把他那什么的 没准就是有他的商业对手 你要是说 按照同样的标准 有罪推定 这个女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标准统一 才是很重要 我一直说了 你别双重标准 你要有罪推定的话 你这么去怀疑的话 超过了合理的范围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 你带有冒重的故意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男女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标准在哪里 现在呢 其实女权已经搞得过了 失去了呢 公正中允的这种标准 所以为什么引起社会啊 如此强烈的反响 也就是因为他搞过了 现在呢 我们应当是什么概念 应当进行九篇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谢谢大家